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字不见得很简单 因为该用什么字就用什么字 因为千流花嘛 你还是有可能碰到 所以这种字还是会出来 你有珠宝吗 你有没有手势呢 有没有珠宝呢 拼图游戏很有趣 像这些 都是日常生活可能用到 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实用绘画片 那个就是一般的 句子可能长一点 可能有些字会稍微难一点 该怎么用怎么用 那这个单元就是 对于程度比较一般 或者是比较没有耐心 希望马上用最简单的方式讲 所以这个程度会比较一般 但是也是蛮实用的 比如如果手上有伤疤 你就可以这样 所以我没有标准答案啦 你不要说是这些中文 一定就是我这个英文 因为英文都是我自己造的句 没有标准答案 别的人造句 每一根造句用的字 同样一个观念 造的用的字什么不一样 所以英文没有标准答案 这只是一个参考的例句 好 我手上有三八 你可以讲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这个三八叫scar 大门锁住了 The main door 主要的门 大门 The main door is locked The main door is locked 而不要侮辱我 Don't insult me Don't insult me 我儿子在保险公司上班 My son works in an insurance company My son works in an insurance company 电话正在站线中 The phone is engaged The phone is engaged 你可以无限量的吃 You can eat without limitation You can eat without limitation 他画了一条直线 She drew a straight line She drew a straight line 因为我们造句大部分都是用过去式 所以你看很多动词怪怪的 因为都有大部分用过去式 因为我们讲的时候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英文很重视这个时态 我喜欢牵牛花 I like your morning glory I like your morning glory 你有珠宝吗 Do you have any jewel? Do you have any jewel? 拼图游戏很有趣 The jig shot is interesting The jig shot is interesting 我们再念一遍 你就会了 这些都很简单 很简单 多念两次你就记手 所以这个代言特别简易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用很简单的方式 我们把一些日常生活可能会碰到的情况 讲出来 都是例句 都是一个例子而已 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每一集讲十个例子 十集就一百个 一百就一千个 对我们这个 用简单的英文表达很有帮助 我们再念 中文自己就看 中文就不讲了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The main door is locked The main door is locked Don't insult me Don't insult me My son works in an insurance company My son works in an insurance company The phone is engaged The phone is engaged It can eat without limitation It can eat without limitation It should do a straight line It should do a straight line I like your morning glory I like your morning glory Do you have any jewel? Do you have any jewel? The jigsaw is interesting The jigsaw is interesting 我们有些字 我们要稍微念准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 你学会了这些很简单的简易的英文的句子之后 有些字呢 这个容易念不准的 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非常卷舌的 最卷舌的 因为它本身R 就是卷舌 但后面有一个半母音R 所以scar scar 就像汽车 CL car 你看这个CL car 非常卷舌的 所以你觉得老外 为什么有时候念的 特别味道 因为我们可能念Scar 我们念Scar 就是一般的卷一点点 它不但是很卷舌 而且是后面还加一个R 所以这个时间久一点 scar scar There is 所以英文常常 拐在巨手呢 就是有 就是用There is 或There are 不用have 这是一个基本的句型 那手呢 是大卷舌 Hand 非常卷舌的 Hand 你看像这个 同样都是发A的音 像Main 主要的 完全不卷舌 Main Main 你看这两个差多少 Hand Hand Main Main 那有人刚好念错 手就是说 它念成不卷舌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There is a scar on my hand 就不准 或者这个 主要的它念到卷舌 也不对 The man door is locked The man door is locked 所以这个 So 大卷舌 主要的 不卷舌 所以因为我们要一字夺一 就是除了这个Main 是主要的形容词以外 它也可以是那个 那个一个大楼 一个住宅里面的 那个水电的一个 一个大的管线 也是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说 那个自然发音 照着这个字念 照着这个字念 这个锁住 可以念Lock Lock 不是 它念卷舌的Lock Lock Lock 5-6是insult insult 它这个工作呢 这个一般人也念不准 一般人可能念Walk Walk 它会跟那个走路 会念的 这个人家分不清楚 这个Walk是耳的音 它不是O的音 不是Walk 它是耳的音 然后是非常卷舌 这是舌头 最往下声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台湾人 亚洲人 中国人不太会念 Walk Walk 声音 这个舌头声音发声的部位在最下面 Walk 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那 那 走路呢 它是发O的音 W-A-L-K 它是发O的音 Walk Walk 所以这个工作跟走路这个音差很多 工作是Work Work 走路是Walk 它发O的音 选择O的音 Walk 然后Fone完全不选择 Fone Fone 那然后呢 你说这个为什么两个动词 Is跟Engage 它主要动词是Is 那Engage 它是当形容词 所以动词常常是基本观念 动词常加ED 它当然也是那个过去分词 但是它常常就当作被动的 而且当形容词 战线中的 本来是动词 但加ED以后 它变成形容词 Engage 战线中的 所以Engage这个字很复杂 它也可以是战线中的 也可以是交战 打战 也可以是打仗 也可以是订婚 也可以是从事 正在做什么事 Eat就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Eat 很简单 那Straight 它就完全不觉得Straight Straight它也可以是很直的 一条直线 它坏一条直线 那这个Drew它的原型动词是D-R-A-W D-R-A-W 动词就是Drew Straight除了可以直的也可以当做很整齐 也可以当连续的 这个意思 那Half就是大卷身 那这个Jewer 这个珠宝呢 美国人都念Jewer 我们一般也念Jewer 就是珠宝 可是如果碰到英国人呢 他可能念Jewer Jewer 然后我们也学到拼图这个字 Jig Song 就拼图 一小片一小片把它拼在一起 Jig Song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学到了 又学到十个简单的句子 那我们这个顺便也把一些基本的 有些发音要注意的 也把它念一下 这一集讲到这里